你有想过吗 这个世界上 谁最爱你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也想过无数的可能 每个女人都需要被珍惜 呵护着 期待有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 包容照顾着自己 更重要的是 要了解着自己 但是 我的那个人 出现了吗 会开始这样胡思乱想 其实是因为 有一天 喂 妈 你昨天又工作到很晚了是吗 有没有好好吃饭 嗯 跟你说要多喝点水 听到了没有 妈 多喝水会一直跑厕所呀 人本来就是要上厕所的 你不会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吧 这样你会影响身体的 妈昨天为了你 一个晚上都没睡着呢 不说了 我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 我想就把电话打电话 我还得咱俩 你我一天脑云 你有想过谁最爱你吗 信不信 那个人一定是我 后来 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封信 有时候是白天 有时候是晚上 有很快乐的时候 他会给我鼓励 生日的时候 一定很多人送你花 但我知道 你讨厌那种一天的美丽 我是长绿植物 随时为你盛开 谁给你写的清楚啊 地球暖化造成极端气候 一发重大影响 若微转家发现 首先海底消灯 还没准备回来 也有很忧伤的时候 他的一封信 会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你并不孤单 你 一点都不孤单的 我一直都在 一开始 我还有些害怕 这到底是从哪里天外飞来的一封信 知道我住哪儿 又如此等我 到后来 我却也开始习惯着 每天收着这样体贴自己的一封信 那是一种陪伴 也是一种放心的依靠 妈 你一定没有好好吃东西吧 你看 妈给你煲的汤 来 汤心烫啊 香 当然了 这样可以增加抵抗力 你就不会感冒了 我开始好奇 除了我妈以外 到底谁这么懂我 又这么关心着我 我当然期待一场充满惊喜的爱情 想象着那样一个完美的人出现 你干嘛不敢看啊 你也单身狗 就是要肉麻给你看啊 可是一场失败的恋爱 会像生了一场重病 死不了人 却又想死了一场 这两天乌麻又严重了 你要小心一点 我只要一工作就好了 到底是谁 那个一直送我信的人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他让我很安心 很温暖 像一个体贴的绅士 知道我的感受 呵护着我的需要 那感觉 真真切切 像是一场恋爱 你把你带过来 我心里没有 在这些带来自权 你把你拦掉 我拦掉 你把你拦掉 我拦掉 你拦掉 我拦掉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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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我会遇见另一个自己 他会告诉我 我有对自己好一点 这个世界才会对你好 爱世界 也要更爱自己 原色只将 轻柔环保 像被懂你的人拥抱 李文原色 还地球颜色